西方去風險化舉措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踏加中國經濟復甦罰力,倒閉潮,失業潮,返鄉潮這三潮合流重擊經濟,民生難上加難。 在今年大部分時間,外國投資者一直對北京當局的政策感到不滿,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清楚證明了西方去風險策略對中國經濟產生衝擊。 10月份製造業以外收縮,而出口加速滑落。中國7至9月外國直接投資首次出現季度逆差,顯示資本外流壓力。 據路透社11月28日報道,美國家具公司Industry West負責人喬丹,英格蘭說, 他公司的中國供應商系行家入面是最好的,但地緣政治和經濟放緩促使他從墨西哥、東南亞、東歐一具中東採購更多產品,我正在尋求離開中國。 他指出,2018年華盛頓對北京徵收貿易關稅後,很多企業開始實施多元化戰略,以確保他們不用依賴中國供應商。 彼得深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在一份報告中表示,新數據表明在華外公司不單止拒絕將收益再投資,而且正是道出售現有投資並將資金匯出中國。 報告說,這種趨勢可能會進一步削弱人民幣並削弱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 企業界長期以來對地緣政治,北京收緊監管以及國有企業更有利過競爭環境感到擔憂。 但是這次不同了,這是中國向外國投資開放四十幾年,高管門首次對長期增長前景表示擔憂。 致富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上週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二受訪首席執行官表示,對中國的需求尚未恢復到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英格蘭表示,他擔心同樣中國國內市場生產中國供應商將如何應對該國嚴重的房地產市場低迷。 我擔心這些工廠的工人數量會從五百人減少到二百人,再減到一百人。 貿易機構表示,鑑於北京推出更廣泛的反間諜法,對諮詢公司與盡職調查公司的突擊檢查以及發布出警禁令,疫情後中國總理李強曾宣布中國向外國投資者開放,卻遭到一些西方董事會懷疑。 春華資本創辦人胡祖陸表示,皇冠經濟不確定性不斷增加,資本市場前景暗淡,以及此前對科技以及教育等行業監管打壓產生的持續影響,中國目前狀況對實體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害。 他還說,專注於中國私募股權公司正是導資金轉移到東南亞、澳大利亞以及歐洲。三潮合流還擊經濟民生難上加難。 西方採取去風險措施踏加中國經濟內部復甦罰力,中國儲蓄倒閉潮、失業潮、返鄉潮。 中國企業大量財源,因為穩功難,很多離職的人不會回去大城市,提前出現反屋企過年的返鄉潮。 倒閉潮、失業潮、財源潮已經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 大量是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百嶺欣企業裁員,提前三個月返鄉過年的話題,一度成為微博熱手。 近期網傳裁設部門及裁員的有近二十家大型民企。 是中國社交平台抖音,有網民感嘆被公司炒了之後,很難再就業。 一位男子是網上抱怨,他失業五個月,線上投了八千多個簡力,線下面是約二十七家公司,但未被錄取。 中國自節跳動旗下遊戲部門招職光年稱,旗下遊戲熱務將進行熱務收縮,對以上線且表現良好的遊戲, 會是保證運營的情況之下尋求剝離,對還未上線的項目,除了少量創新項目及相關技術項目之外, 軍會關停。 27日,朝夕光年多個項目召開內部會,向員工通報上述安排。 另有消息指出,自節跳動要求員工是12月前停止開發尚未發布的遊戲,同時將尋求剝離爾發布遊戲的方法。 據自由亞洲電台11月28日報導,上海一位不願公開聲明的網際網路公司員工披露, 上海、深圳有大量科技公司倒閉、裁員,無論是中層還是技術人員都被辭退, 停止開發新產品、遣散技術人員,包括一些中層職位的管理層。 這些人離開之後,估計不會再返回上海。 在網傳視頻中,深圳一位市民說,離過年還有幾個月,已經有大量打工者因找不到新工作而提前回鄉過年。 他說,現在才11月份,深圳竟然出現大量返鄉潮,聽說已經有上百萬人提前是深圳離開, 有些人離開那時真是發出私心裂肺的納喊,這次走了之後,以後都不會再返回。 其實提前回鄉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今年提前了三個多月,甚至還衝上熱手。 對於目前中國經濟困境,資深財經評論人蔡慎坤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中國面臨的難題不是單純經濟問題,主要由政治因素所造成,是政治問題, 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還是外資還是官員,還是普通人,現在對未來沒有了信心。 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不會去做深度,長遠的打算。 企業家都是考慮怎樣過一天算一天,個人就更加不用說。 蔡慎坤說,現在中國問題不是靠政府出台某一個政策, 包括日前出台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的25條措施,其實沒有實質性內容, 你要發展民營經濟要創造良好環境,你現在沒有良好環境。 民營企業被完全排除在外,你光喊口號,沒有實質性內容。 你怎樣將民營企業帶動起來? 11月27日,中國央行網站發布的信息顯示,中國央行,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匯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以及信息發布,財政部,全國工商聯等8部門聯合印發, 關於強化金融支持舉措助力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提出支持民營經濟的25條具體舉措。 通知,強調,對於民營企業不盲目停泰、壓泰、抽泰、斷泰、加大對民營企業債券投資,支持民營企業上市融資與並構重組等。 值得留意的是第18條內容,拓寬銀行業金融機構資金來源渠道。 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金融債券,務集資金用於發放民營企業貸款。 對於支持民營企業力度較大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再符合法債條件的前提下,優先支持發行各類資本工具補充資本。 對此,海外致富天均政經的研究員任重度認為,中國央行無毛印鈔大量發行貨幣,已經形成流動性黑洞,再釋放流動性對於提振經濟無助力作用。 而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發行金融債券,務集資金用於發放民營企業貸款,實質是試圖將多餘的流動性吸收回來,然後調整資金流向,經濟形勢不好,資金集中是國企的幣端突顯。 。